近期三星从Galaxy到Note的系列 甚至是最新的Flipo折叠机 都纷纷在萤幕上面出现了一条 甚至是数条的绿线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了这一场绿线风暴 今天就让我们来深入探讨 这一场有一条绿线 引爆全球用户愤怒的 三星绿线门事件 我们手机上面的画面 是由许多的像素所构成 而每个像素又是由 红绿蓝三个指向素所组成 通过调整电压来改变亮度 形成不同的颜色和画面 但由于三元色像素的寿命各有不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三星研发了Pentau技术 也就是钻石排列 在S20 Plus上面 红色跟蓝色各有230万个指向素 绿色则有460万个指向素 如果在Note20U上面 红色跟蓝色各有220万个指向素 绿色则有440万个指向素 此外 正常的人眼对于555mm的波段光 作为敏感 这个波段对应的颜色 刚好就是绿色 像素的设计 有助于提升Amole 萤幕的寿命 但是却也让绿色的像素 更容易被注意到 我们所看到的Ole 萤幕 也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 是一种由有机分子薄片 所组成的固态设备 音质发光的特性 不用背光就可以做得更薄 同时为了追求旗舰机 更高的萤幕比在边框 于是封装制程上采用了前几年较为新颖的塑胶基板附近封装技术 简称COP Chip on Plastic 但因为COP封装结合的是软式可饶式的Ole 萤幕 再加上直接对折的方式 所以当受到湿气、高温、挤压、碰撞等硬力 就会发生一直封装失效的异常状况 这边指的封装主要是指驱动IC 也就是晶片的部分 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并且提升电子元件的性能 同时确保手机内部的电路运作正常 而并不是手机那种前后盖的组合 不过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一个重点 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但是上面可能是三点三个年软件的手机 已经形成了 然后需要找到一方面 而更重要的 这一点的手机 这种手机哪个手机 这种手机是你可以处理一下 各种手机内的相同的机图 和同一相同同样的所谓 相关系 同样的操作 同样的器材 同样的关系 我inizi试团和其他的手机 每个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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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手机 每个手机 各个手机 每个手机 我后掇有三个手机 我们又花样 那一切 が我的手机 里得 我的Galaxy S10e的Galaxy S10 5G Samsung也被冒陷了 Mr.WhosTheBoss的Galaxy S10 5G 那也被冒陷了 最令人驚訝的是 我發現它也適合到 Samsung的搭檔 這是一位定位人數 多到嚇死人的YouTuber 他因為發現他的三星手機 有背隔偷窖的狀況 於是就跟各家廠牌 來做一個比較 在相同溫度、濕度的保存條件下 幾乎就只有三星的手機會解體 那麼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輕鬆的到達到我當然 到這時有事情發生的 剛才有經常相關於相機三星亂的 沒有相機和粉絲 都在各國內的各大 inteiro 在每個各外面各地的各個顏頭 都在各頁身上同多東西 然後這都還想發生的 那麼電話 是另一位不同的陽性 的問題 這款的Galaxy Note7 是名為一些目淺都是 歐款的時間 被它被罷了 而是公司發生局 以及它被罷了 然後雖然如此 像他們進行的功能 成立者的手機 the later devices have definitely had fewer reports, it's equally not out of the realms of possibility that some of those same dangerous elements that cause the Note 7 fiasco are actually still present. It was becoming pretty clear to me what was happening, I just needed to find out why. So I jumped on a call with Zach from JerryRigEverything, who disassembles phones for a living and has funnily enough also noticed his Samsung phones expanding. And what he's saying is that it's the electrolyte, the liquid that ions move within inside the battery, that allows it to function and to be stable, that's decomposing and releasing a gaseous substance. If that electrolyte is gone,I think thermal runaway and damage to the battery is way more likely to happen if it ever is charged up again or try to be used again. Something is reacting with the electrolyte that makes it want to change states into gas. Do you think this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what we saw with the Note 7? I think they would probably be different situations, but either way,since it's Samsung in both instances, something's wrong with their quality control. Now also around the time of this call, I'd incredibly noticed yet another swelling phone, this time the Galaxy S20 FE. But this one was different,it's really hard to tell. I only noticed this one on the kind of like my fourth time scanning through my Samsung phone, where I had to double take like,wait a second,is it? isn't it? But it is,like for sure. That feels like the hidden danger here is like you're not actually realizing your battery is gone and you're continuing to use it. and the Note 9 of the old phone. The old phone was happening and the same thing has been bounced off of the moment. This is the last video, let's make sure we can take a look at the final line. Now, 是否有可能引爆全球绿线灾情的主音 就是因为电池的鼓包让手机产生了裂隙 提供原本就怕潮湿的AMOLED面板 一个更不安全的使用环境 让封装材料和电子元件之间 发生短路、开路甚至是邦尼催的玻璃 導致電路连接不良 最后就引发封装失效的异常状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图片 请记住这个画面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在做了大量的资料调研之后所做的一个推论 理所应当是由品牌来公告说明这些绿线发生的原因 但是就在我看到印度三星有针对用户提供免费更换的服务之后 我认为如果该问题是来自于产品本身设计上的瑕疵或是缺陷 那么该公司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该问题 也就是像所有遇到相同问题的用户提供相同的免费更换服务 反观目前我们台湾三星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公告之外 还在我加入了一个脸书的资料会社团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重点 我的手机发生绿线其实有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在7月13号知道并加入这个社团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相同的用户都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于是我在隔天开始大量的关注这个议题 我发现有个特定的账号 它会在各个的贴文下面用复制的贴上留下相同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有很多案例可以爬文看看 送回原厂维修 如果已经过保 试着争取1200元的维修专案共参考 这个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感谢分享 请问您平常手机更新频率是60还是120 充电有用无线吗 谢谢 原厂设定好像是120 好像使用更新频率120加无线充电 比较容易发生绿线的问题 如果单看一则留言的话 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 我们来看一下它留了多少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拉成一个时间轴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 这个账号呢 它在4月21号加入了支救会 那接下来呢 两个月都没有动静 再来第一次留言 在6月19号 留下的内容就是 已经有很多案例可以爬文看看 送回原厂维修 试着去争取1200元的维修专案 这个是6月19号开始留的 再来7月13号开始 留言变成 感谢分享你的手机是60还是120更新频率 就开始把手机发生绿线的原因 引导到是因为设定60跟120的 萤幕更新频率上面 还有跟无线充电有关 当然我们做讨论必须要就事论事 尤其又是牵扯到公共的消费者的权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20更新频率 它究竟会不会引发起绿线 它其实有可能是会的 但是它并不是因为它设定了120 而是在设定了120之后 它会增加电池的能耗 让手机的温度升高 根据PCWORK 2.0的一个测试的使用报告 Galaxy S20 Plus加Ultra 它使用120更新频率之后 它的电池续航力约会下降两个小时左右 实测的电力就直接掉两成 所以长期使用下来 它就会增加电池鼓包的一个风险 那问题还是出在于电池跟温度 从后台的数据可以看到 这一位特定的账号 它没有发布任何的贴文 但是它的留言数竟然有高达173篇 它的按赞次数竟然高达了183个 在这个自救会8000多个人的自救会里面排名是第一 行为模式就是还蛮奇怪的 好那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在留言去问它说 我也想了解你说更新频率120加上无线充电 比较容易发生绿线的原因 是基于何种理论 然后他就回我说 不知道理论为何 根据众多萤幕发生绿线的案例 好像120Hz加无线充电 发生的比例比较多 那我就跟他说 不能用好像来一直带风向 他就说 我不是带风向 我是X22U的使用者 我也希望我的手机能够用久一点 如果提供一点意见就是带风向 那也太无言了 接下来我就跟他说 我们在讨论区提供意见是好事 但是要在理论基础上提供的才是意见 如果只是听说好像一则两则留言 可以说是意见 在所有的贴文下的留言 就是在带风向 于是我不禁开始怀疑说 三星他是不是又继续开写了另一扇的写手门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他们送修完之后的一个发票上面的一个资料 如果你是送三创的话 没有直接转神脑 发票上面修的会是 彭泰顾问有限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就是三星的相关企业 在2013年的写手门 消息会重罚就是罚这家公司 好那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一些可以在三创修 有一些呢就要送到神脑修 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国外去送修的一些影片 可以 就 还记得之前我请大家记住的那个画面吗 这就是席球在爆裂之后所发生的一个状况 好 今天来到我们的问题一 这个1220的金额其实过去一直都存在 只要跟荧幕的连接器 柔性电缆的连接有关 修起来就是要1220 那为什么所有的人几乎去维修的时候 都遇到AB报价的状况 也就是第一次在线下的时候 就直接去维修站的时候 他先接收到一个8000到5000的一个维修报价 现在开始又释放出1220的一个专案的维修价 再来今天的问题二 同样是1220能够修好的东西 如果今天消费者在第一次去维修站的时候 他急需要使用这个手机 他就用8000到5000去修了这个绿线的一些部分 但是他坏的不是荧幕啊 他坏的并不是这个荧幕的部分 那换下来的面板也是好的面板 即便就是真的给他换上去一个新的面板之后 换下来的这个面板也是好的面板 并没有坏掉 他只是坏掉那个1220的部分 这个面板换下来之后 他流向了去哪里 只要是状况良好的二手备品 其实他在维修的市场上面 他还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些东西最后跑去哪里了 再来第三个问题 一个手机的制造厂商 不可能不知道绿线发生的原因 更何况他已经是发生在全球的公认灾情 也许可以把印度越南跟台湾的差别待遇 解释成为市场机制 但是法高教会的产品瑕疵 或是设计不良所应当承担的维修责任 技巧性的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 请问大家这个是能被接受的吗 以上三点才是比绿线更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并不是对于产品发生绿线瑕疵而有所不满 更多的是台湾三星面对的处理方式 最后我认为三星绿线 不应该是全台消费者的集体工业